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藏王菩萨代表孝谦 地是大地 藏是宝藏 你看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不能离开大地 我们的一世住行都要靠大地来供养 地上无论是生长的 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 无辜杂粮 这是地生的宝藏 地下埋藏的资源就非常之多了 这个金银珠宝 提供我们生活之所需 佛用这个地代表我们的心地 造呢 我们心地真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能力 这个德就是能力 有无量的向好 需要我们就开采 用什么方法开采呢 用孝亲尊师 就是孝道跟私道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讲的孝道跟私道 用这个来开采 所以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像 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我们就要懂得孝亲尊师 他时时刻刻提醒我